5月12日是国际护师节宏光科大护理学院 特别选在这天举办加冠典礼 为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学生加冠 由于近期台湾疫情升温医疗体系负担大 面对即将前往医院实习的同学们 校方也希望他们能尽快步上轨道 并且加强自身防疫 为地线护理人员分担照护工作 加冠 台上护理师们依序帮200多位学生进行加冠仪式 女生戴上白色的护理师帽 男生则是佩戴上胸花 宏光科大护理学院特别选在5月12日国际护师节 举办加冠典礼 希望勉励大家在疫情援峻之际 效法南丁格尔精神勇敢守护国人健康 就是这个时候正是你发挥你这三年来所学的 能够付诸实现 目前是会想要赶快去就是当学姐们的后盾 所以很努力地在读书 其中就读护理系进修部学生丁香香 是一位来自越南的新住民 还未嫁来台湾前就是就读护理相关 并且在护理之家工作十多年 几年前在先生与院方的鼓励下 他决定重回校园念书 希望能考取到台湾护理师执照 一开始是国资上的看得很刺利 后来我有去读国小还有国中 然后我准备好之后我就回来上大学这样子 另外还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护理生吴国资 从小就对护理工作有兴趣 因为认为台湾的护理技术以学理较为扎实 与家人沟通后便决定来台就读 如今即将投入医院实习 他也期盼未来能在台湾贡献所学 因为毕竟我是自己一个来台湾读书 所以家人其实确实会蛮担心这部分的 所以我们几乎就是每过几天都会视讯什么的 然后家人的担心都会不免的透露出来 但是他们也是很支持我的 由于近期台湾疫情升温 医疗体系负担大 同学们也希望接下来的医院实习过程 能尽快步上轨道 并且做好自身防疫工作 为前线护理人员的分担照护工作 舒缓紧绷的医疗量能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